港鐵B4層,他說沒有不見到 於是繼續有個四字 港鐵四年前就已經知道有花崗岩 現在就說有花崗岩,花崗岩很堅硬 這麼堅硬,就要長些時間挖 現在蘋果日報就爆 於是他做了一個新標題給他 有個系列叫高鐵騙局 另一方面,東方也是吃著 東方說殘腦不換,港鐵禍不休 這個就是硬件,這個就是軟件 就是說他的電腦系統 輕鐵又鹽了12分鐘 正如我們昨天說過 現在已經進入了一個複雜系統 英文叫Complex System的情況 你想像一下,不要計量鐵合併 以前他比較容易玩的 藍綠紅,藍色是港島線 綠色是觀塘線,紅色是全溫線 加上機場快線 還給你昂平360 都是五樣玩的 但是你加上九鐵之後 你就多了東鐵線,西鐵線 和輕鐵,還有馬鐵 這就是多四樣東西 你正在建就在建幾樣東西 你正在建沙中線,西港島線 南港島線,觀塘延長線 高鐵 即是說你本來管五樣東西 然後再多了四樣 別人送給你的東西 還要在建五樣東西 還沒計算他起樓 所以現在那個系統就變成 那就請多些人 接了多些生意回來 你以為這麼容易請多些人嗎 因為很少工程系學生 記不記得幾年 基建發展緩慢的時候 請我不是馬上去做 他都要訓練他 就是 所以的確有這方面的困難 就會令到整件事 現在看到他陸陸續續會不斷地爆炸 我覺得可以想像 港鐵會繼續爆炸 越爆越多 所以港鐵就出了 以前殖民地政府的絕招 就是找了這個獨立調查委員會 馬士亨 馬教授 馬教授就去查他 但是田北辰立即說 自己人查自己人 是啊 那是不是真的答案呢 老實說我覺得是古怪的 如果非執董查完之後 你不夠人啊 要請多些人 你一向都要非執董 你應該知道不夠人 為什麼現在查一查才知道呢 那你平時做什麼呢 開會 坐過來開會 是不是他們也有非會被人誤導呢 現在件事越滑下去 滑不到B4層 停了B3 因為中間那層花崗岩 叫做管理層 滑不到下去 管理層就是花崗岩 所以這個真的是 事日精華